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兩週一度的金曲《妙幻歲情》 已經踏入這個嚴下了 7月的開始 下個星期 19日 英國就開始說會開回 希望很快疫情大龍鳳就完結了 趁著夏天 希望大家快點不用戴口罩 可以自由活動 今天很厲害 因為我們的觀眾大家都知道 水準也很高 繼勇哥之後 總理又出了難題留難我 那我就留下第二節先說總理的問題 先講了 舉另一個例子來講一講 今天講一講這個和音樂都有些關係的 這個所謂版權的問題 音樂其實大家都知道原始人唱歌跳舞 沒有這個所謂版權的概念 在原始的社會 無論是哪個地方 那些人就是拉拉拉拉 拉完 然後有些人就可能作詞上去 後期就 於是有些人聽到 跟著唱 早期當然你知道旅遊是不發達的 旅行是近年 社會就不容易 以前除非遠程的商旅 如果不是一般 是很難去到一些所謂的地方 然後學別人的歌 然後跟著唱 是少的 不是沒有的 是少的 還有主要就是說 你想想我學了一首歌 那又怎樣呢 那你唱歌 跳舞這些 譬如你彈一首歌 你學了一首歌 你用樂器來彈 譬如拿著琵琶 超軍出賽的時候 拿著來彈 那你跟著來彈 那都是沒有東西的 純粹是一種娛樂而已 沒有其他的所謂的商業價值 那變成了就不是一個很大件事 那最後來就去到很近代 就是講來講去 又跟英國有關 那就是講到這個所謂版權的問題 那其實呢 又是跟音樂有關 作曲 那時候那些類似的聖詩 或者我們說的所謂 就是跟宗教有關 那其實去到這個大概十九世紀初的時候 才開始真真正正的 是有這個所謂的 確立這個所謂的版權 尤其是音樂那方面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十九世紀初開始 那些人就周圍走 那那 譬如我在某個地方 譬如我在美國 我在這個路易斯安娜 聽到一個人唱一首歌 那我跟著他唱 學了他之後 就周圍去獻唱 但是可以呢 本來就沒有什麼 但後來就變成了 越來越多 那些叫做 印出版的 好像我們後來的歌書 因為呢 出版就是印行 印一些歌詞 和樂譜 一首歌的歌譜 可以說 越來越流行 那時候那些人 沒有什麼娛樂 唯有買一張 類似的歌紙 回家彈 有一邊彈 家人可以跟著唱 那些歌就開始流行 是吧 其中一首很早 我在這個節目也播過 那首叫做 Beautiful Dreamer 那位人兄 其實也是想 當然也是 賺錢 但當然 他在生的時候 就賺不到多少錢 那好吧 後來就 隨著這個社會的發展 是吧 音樂就有了這個所謂版權的概念 那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沒有版權 是保護不到那個所謂作者 令到那個作者 在金錢上 就可能有損失了 於是就有這個所謂作者版權 這個音樂版權的概念 那現在呢 如果我所知 譬如美國 他通常就是那個作曲 作詞的人 他在生的年齡 再加70年 那麼那個版權 都還屬於那個作者 那如果他 譬如他死了 他不俗 那他當然沒有了 那如果他繼續俗 俗著那個版權 那個什麼呢 他在70年內 他都擁有一個版權 那麼70年之後 那個版權 就不屬於任何人 就可以公開使用了 好了 那講到這裡 就播放一首歌 給大家聽一下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首歌 其實原本就是 正正是有少許相似 這首歌原本其實是一個 1973年 由一個叫The Persuaders 的一個Band 這個是一個 在紐約的一個 R&B的一個 一隊組合 可以這麼說 原唱的 但是他原本的版本 那個節奏是慢一點的 後來這位先生 仁興就是19 這個 如果沒有清楚 1984年 重新演繹過這首歌 重新演繹的時候 他就 將那個節奏加快了 當然是改過編曲 令到這首歌 都頗為傳重 都幾多人喜歡 幾多流行 很多時候的歌就是這樣 原唱的 可能 沒有什麼 平平無奇 他唱了出來 但是那個翻唱 重唱的人 反而令到這首歌 更加紅 或者很紅 這首歌 看看你們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這首歌就是 Ross Stewart唱的 我特地選了這個 2004年的現場版本 《Some Guys Have All The 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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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ne In A Cry》 《On A Bus After Work》 《And I'm Dreaming》 《The Guy Next In Me》 《The Guy Next In Me》 《Has A Girl In His Arms》 《My Arms Are Empty》 《Yeah》 《How Does It Feel》 《When A Girl Left To You》 《Says She Loves You》 《Feel So Unfair》 《Love Everywhere》 《There's None For Me》 《While Express 》 《Because Some Guys Have All The Luck》 《Some Guys Have All The Luck》 《Some Guys Have All The Luck》 《Some Guys Have All The Pain》 《Some Guys prawn Peaks》 《ILDanimated Tour to intrigueい》 《IMITURROOTB Gaming》 ihrer carsonに括 cu力 《BREADER PåMben》 《mithichten》 Ross Stewart, Some Guys Have All The Luck 有些男人总是死好彩 说起这个歌就是这样 如果你是一个原本的作者 譬如你作这首歌的人 你猜不到的 我作了一首歌 找一队乐队去唱 不是没有人认识 但反响不大 然后若干年之后 十几十年之后 忽然这位很红的歌手 第一,有可能是因为他很红 Ross Stewart 如果你普通直直无名的歌手唱 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去留意这首歌 所以很重要 到底是不是那首歌是因为歌手而红呢 还是那首歌本身因为他唱得好 所以令那首歌红呢 这个鸡与鸡蛋的文是很复杂的 OK 但总之就是说 作为一个作曲的人 或者作词的人 就是这个创作人 你可以说 作为创作人 我应不应该去限制版权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个版权的问题 其实有几个争议性的 就是说到底版权是不是去阻碍了所谓的创意呢 是不是 如果没有版权又行不行呢 没有版权当然不可能 但现在西方的版权的问题 也都有时去到很尽 比如我们看到YouTube 大家都知道 有时我也是播放 喜欢那首歌 那么等上网而已 是不是需不需要 又要按啊 也就是说要按什么都要按 没有版权又要按 就是这些东西 我觉得你看一下 到底是不是想找水 还是 就是那个里面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可以牵涉到 可以这么说 OK 好了 那么说到这里 暂时就 说一说一些其他东西 因为第二首歌 就和这个没关系的 那么一会儿再说 再继续说回这个版权 和这首《Some Guys of All The Luck》 这首歌的东西 接下来这首歌 就是一位 住在美国西雅图 我的观众 他说他叫尹子明 他就说 重温我们的台 就关于 就是说这个 被外国人歧视的问题 他们有些意见 就想发表 他说他移民到美国 就已经有四十几年的历史了 没发现有外国人 歧视过他 只是近这几年 当他去到超市 或者人多的地方 有一部分的老美 的而且确是 有增厌的眼光 这个大家明白了 为什么近这几年 才有这些眼光呢 大家就要自己 心中有数 醒目一点 自己想想原因 不过对于歧视的问题 他说他觉得人 必自无疑 后人无知 这个我绝对同意 他说现在很多香港人 怀疑 到了外国移民 会做二等公民 我觉得你要移民 到哪个国 看看哪个国家 而定 当然意大利 西花牙等等 西欧国家可能会有 我都在节目讲过 是不是有歧视 欧洲是有歧视 歧视的幅度 应该这么说 是大过美洲 但是其实他们的所谓歧视 我经常在节目讲 什么叫歧视 歧视其实是人性 有选择就有歧视 你选 在哪个 比如什么人区 比如你在黑人区住 为什么你不选去白人区 你为什么要选去黑人区 或者亚洲人的区域住 这个就是一个选择 有选择你可以说 为什么个人都选白人区 你看黑人 什么Black Lives Matter 那些老板 那些director 那些老顶 那些领袖 都是走去买 晚谷都是买白人区 那他是不是歧视黑人 大家心中有数 所以你说意大利 欧洲有没有 有 绝对有 如果你去过意大利 去过西班牙 有 尤其是 尤其是我的感觉是意大利 我有些朋友 就说西班牙歧视多些 当然也可能 因为我们的肤色 或者性别不同 因为你女人去到哪里 相对地歧视是少一些 男人相对地歧视是比较多一些 一定是的 尤其是你美女 就更加没有歧视 你去到哪里 个个都打着眼睛 小姐 你贵姓 可不可以抄牌 一定是这样的 不会有些所谓的 都是歧视来的 不过是一个正面 正向的歧视 你可以说 我印象之中的意大利 比较歧视 你可以说大一点点 但其实歧视 就是没什么的 人家有料 人家帅人 或者意大利人 他是一个有自信的民作 他远远流长 他不只是歧视你亚洲人 他一样歧视其他欧洲人 他觉得德国人 死这么严肃 又不懂得跳舞 英国人 简直是没有 又是 没有些fashion sense 他会歧视其他的民族 你可以说他有自尊 英文叫pride and prejudice 到底他是一个有自尊的人 还是他是中文歧视 有时很难去试分 对不对 美国西雅图 这位尹先生 他继续说 他说 他觉得留在香港 并不见得是一等公民 他认为以后香港的一等公民 是有钱人和执政者 二等人是大陆的移民 而三等人 不论是蓝黄 都是三等人 大家明白了 他说你看看特首福利 都给大陆人 而不给香港人 你看看以后 习总怎样对付 这些香港的本土人 这样说 他说的 尹先生说的 都不无道理 其实在你自己国家 你亚洲人 即是你中国人 可以这么说 你一样是有分等级 不要相信 什么无产阶级 专政 平等 这个世界 我经常都说 没有平等的 有自由 就不会有平等 如果你要平等 就没有自由 个个都是奴隶 那就是平等了 OK 好了 他另外 还说了一首歌 他就说 他以前在电台 听过一首歌 很好听 但是又不知道 是谁唱和歌名 幸好小弟就知道 这首其实是 1980年 麗的电视剧 《湖海争霸录》的主题曲 作曲的黎小田 作词的《牢国尖》 这首歌 尹先生 请你誓意欣赏 我选了2016年的 现场版本 陈秀民主唱 《仗富海争霸与灵》 《赛宝宝进队》 《野兰争霸与灵》 吹煙當樂日 滿意帶斜陽 何見孤客在遠方 青山依舊 連處瘡亡 誰知你盡眼 這個就是胡凱爭霸錄 陳秀文主唱 繼續說回剛才的歌 我剛才也提到 本來這首歌是1973年 由一隊樂隊唱的 但在1973年 當時很流行這首歌 這首歌不錯 不太出名 在1982年 1973年 即九年之後 1982年之後 有一位 這個樂手 你可以說 他在巴哈馬居住 在巴哈馬居住的時候 因為這位人兄 他是到處走的 他本來是英國人 但他經常到處去不同地方 可能去旅遊或者住 他當時居住 他當時居住在巴哈馬居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1982年的時候 他忽然之間 在巴哈馬居住 他自己的工作室 他做了一首歌 他做了一首歌 他做了一首歌的時候 他做了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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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挺好 尤其是頭的幾句 他覺得挺有趣 挺有趣 於是有一天 他有一個結他手的樂隊友 可以這樣說 那位人兄叫Moon Martin 他跟Moon Martin說 聽聽我的新作 Moon Martin聽完之後 挺不錯 怎料過了兩天 Moon Martin又跟他說 喂老闆 這位人兄 他說 喂 我昨天在 你的studio旁邊 聽到有人唱這首歌 這樣說 他就說 沒理由的 我這首歌我都沒作完 為什麼會有人 在唱我這首歌這麼有趣的呢 沒有理由的 後來就發覺 原來他一定是在 不知道哪裏 他可能後來記憶回 可能是澳洲 可能有時候 你知你坐飛機 去到澳洲 澳洲某些電台 當時不知道 聽到這首歌 即是1973年 原裝正版的這首歌 但是當時 他沒有印象 即是他有一個所謂的 他在潛意識裏面 就記住了這首歌的頭幾句 即是Some guys have all the luck 這幾句 即剛才 Stuart Stewart唱的幾句 但是呢 接著他沒有了印象 就聽過這首歌 後來當他作歌的時候 你知道很不奇怪的 一個人 譬如你 我們中國人有個說話 叫天下文章一大抄 對不對 譬如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蘇東波的水調歌頭 頭的五個字 明月幾時有 如果我作一首五言的詩 我用明月幾時有 你可不可以說我抄 因為明月幾時有 很難說 你可以說很普通 明月幾時有 這五個字 很多詩都可能有 或者 不是特別 是不是 不是很特別 是不是 跟其他的 譬如你 有些句子 是蘇東幫我作出來的 是不是 但願人長狗 千里共禪圈 這樣 你可這十幾個字 你說但願人長狗 其實都很普通 是不是 不一定是 喂 我但願人長狗 其實很普通 那五個字 沒有什麼特別的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抄 很難說 是不是抄 要看情況 還有事實上 都很難證明 是不是抄 有時候 你知道寫文章 寫字 是不奇怪的 但當然 你整段 譬如那首詞 只有五十幾個字 你抄了三十個字 都相同 那當然不能爭 如果有幾個字 其實很難說 你是不是真的 好了 說回這首歌 這位仁兄 就發覺自己 原來 真的 一開始幾句 原來完全是跟著那首 他之前聽到的歌 一模一樣 於是乎 唯有找他當時出版的唱片公司 和他有合約的唱片公司 和對方接合 他們很流行 可以賣個版權 他們有時候是怎樣 有時候是談不談的 例如我 我首歌 例如Michael Jackson的版權 他不會賣給你的 他不會說 你抄我 當然他也有可能 他會考慮 譬如你很紅 你抄我兩句 好吧 我就給你抄兩句 但是你要寫我的名字 或者你那個版權費 你要給我多少個百分比的收入 譬如50個百分比 20個百分比 25個百分比 10個百分比 總之大家 所謂的結合了 對於原作者也好 因為我越多人唱 越多人流傳 其實對我來說是好事 多些人聽 多些人唱 起碼收多些版權 對不對 好了 情況就是這樣的 在這個情況就是 你也看到 其實在音樂創作 或者其實 不要說音樂創作 音樂創作 其實是其中一件事創作 譬如我們有時候寫 造句 寫書都會 譬如電影都是 有時候有些計劃 你看得太多電影 你那條計劃其實差不多 所以你看到有些 當然有些很明顯是抄 有些是某台電視劇 但譬如音樂 因為你其實只有幾十個百分比 有時候真的很像 到底是不是抄 不敢說 你可以說可能是 有時候有些是蓄意 有時候真的 如果你是一個 譬如你是全職音樂人的話 有時候真的那幾下 是會真的純粹是 是潛意識 即是不小心地玩了出來 即是寫了出來都不出奇 譬如我曾經說 亦都是類似 譬如有些樂手 譬如吹小浩的樂手 他吹了一首歌 他吹完出來的時候 發覺 因為他對那個圓曲太熟 他發覺自己原來 跟著那個圓曲吹了 大部分 七成八成這樣 跟著那個圓曲吹了出來 完全是跟圓曲 他是不知道的 即是有時候你是 在那個 在浸人物的音樂世界 太厲害 所以就說 是不是抄 是未必是的 即是他 有些人 他未必真的蓄意去抄 只不過只是說 在一個不覺的情況下 就做了這件事 後來他知道 他有些人坦白的 好像現在我來這首歌的歌 這位仁兄 他很坦白 他就 當然跟別人做了 有些不坦白 當然是 抄了別人 但是當然 在現在這樣的環境下 就很難你抄了別人 就不知道的 沒有人知道 就有機會沒有的 除非這首歌不紅 紅的就一定知道 接下來這首歌 就是我剛才說的 這位仁兄 他在1982年 就出了這首歌 是他自己作的 除了頭幾句之外 兩年之後 就出了Ross Sheway的版本 也就是說 可能Ross Sheway聽了他這個版本 接著就重唱原裝的正版 變成了相得益彰 對吧 Ross Sheway又因為這樣 重唱原裝 又紅了一首歌 是他唱的 這首翻唱的歌 這位仁兄 他的音域非常廣 在1982年灌錄這首歌的時候 大家可以聽一下 那時候還沒有那些叫 Auto Tuning Auto Tuning是有 但是純粹是從音樂 Auto Tuning 但是唱歌那時候 不像現在這樣 還沒有 唱歌不能教 即是你唱高低音 那時候唱和音 全部是要真人去唱的 所以 沒有得假的 現在不同的 全部的和音 全部可以教出來 你可以看看這位仁兄 他那些唱和音 和唱高低音的水平 多麼厲害 這個就是1982年的 Robert Palmer自己作曲 自己作曲作詞 和主唱的這首 Some Guys Have All The Luck 待會兒再和大家聊一下音樂的事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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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mbr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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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